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清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首都阿布达比举行弥撒 公开演说中 教宗特别关心外籍移工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是出产石油的富庶国度 吸引各国移工前来谋生 离乡背景的苦教宗明白 因此特别给予祝福 这次弥撒别具异议 因为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这是史上第一次有天主教宗 在这块土地上进行弥撒 吸引超过18万人参加 场面相当浩大 不过典礼开始前进场时 发生了小插曲 画面右下方的小女孩 冲破防线奔向教宗 虽然一度受到安全人员阻拦 但教宗把手伸向小女孩 让她把手中的信递上来 举行弥撒的前一天 教宗与伊斯兰教逊尼派 地位最崇高的领袖 泰爷伯会面 并向各宗教领袖呼吁 要拒绝战争 拒绝仇恨与暴力 并与泰爷伯签署 人类手足情谊 联合声明 表达对人类和平的期盼 带来新闻黄精霆电影 镜头回到台湾 初日回娘家的日子 进去